達人推薦好物哪裡買 官網指定推薦通路 快來下載女人我最大APP 聰明消費不只為 都載女人我最大購物網 11點熱炒店送高菜 不嗆不辣不上桌 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辛苦所在 但是有一些職業 如果你的命不夠硬 你的膽子不夠大 你還不能做 這倒是真的 你知道什麼職業最安全嗎 是保險業嗎 保險業有時候也滿危險的 真的啊 對 遇到一些不孝的 要投保的人 可能會對他造成傷害 那是什麼最安全 只有一個行業最安全 就是零受傷 什麼 很冷 睡空已經很冷了 今天一樣 我講這些都是為了緩解氣氛 今天沒有要聊鬼故事 但是因為他們的職業 都很容易要跟好兄弟打交道 所以 好像有一點 你以為結束了嗎 我以為結束了 沒有 要繼續玩下去 好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們 高警官 優欣 妳好 EASON 好 來 我們的 蔡成優 她的工作是洗屋師 屋就是房屋的屋 我們的李安琪 令人尊敬的大體化妝師 剛剛讓我介紹他們的職業 是 高人和是高警官是警官 警官 優欣妳做過什麼樣的職業 會跟生命安全有關 我一直以為今天來是 林毅外景主持人 但是殊不知 我曾經做過廟婆 是的 廟婆 這份工作 有廟公就會有廟婆 對 不是因為我嫁給廟公 然後EASON 是妳真的是廟婆 這樣說起來的話 我差不多快要成為廟公了 EASON今天的代表身分 是林毅節目的主持人 對 好 來 所以曾經因為工作差點 陷入什麼樣的危機 高警官 我在巡邏的時候 差點被 被歹徒 拿工地的鐵棍 鐵條 達音架的鐵條 這麼粗 從腦門穿過 哈哈 真恐怖 那個時候 我們是巡邏11點到凌晨3點的班 那 我們的巡邏車是雙B的 所以外觀看不出來是警車 那時候我在開車 我是駕駛 那我右邊坐一個 我的一個 很胖的一個 胖子 老巡警 老巡警 其實我很不喜歡他 那後面兩個年紀跟我差不多 都叫小就好了 然後我就遠遠 就聽到從那個南港 現在的一個 中國信託那個大樓那邊 很遠就聽到有 那個改裝車那個 飛笑的那種 兩輪還是四輪 四輪的 四輪的 很大聲 非常大聲 那我就要上橋 上那個 要往內湖這個橋 我要上橋 我還故意開慢一點 開慢一點 後面一直按 啪啪 很大聲 非常大聲 很厲害 對 然後我就想說算了 反正我們11點到3點的班 也不理他的這種小屁孩 這種 交通又不是我們刑警在管的 我不理他 不理他上了橋下來之後 就下來 有一個高速公路橋下那邊 圓緩 他把那個車子 讓我緊急煞車一下 把它撒起來 把我車攔下來 攔下來那一煞 車上他身上有三個男生 一個女生 他那種車子就是以前的 廣工的 像什麼喜美下去改的那種 反正我也不懂 一下來 第一個年輕人 絕對不超過25歲 那時候我也差不多30歲而已 拿工地鐵條 差不多130公分長生 這麼少 從我駕駛座 碰 刺進來了 刺進來 那個玻璃窗這樣子 另外一個男生 就是拿鐵棍敲我們的引擎 讓我 這麼刺 刺進來那一剎那 我如果頭往前碰都刺進去了 就一下子而已 帶來之後 我就握住那個鐵棍 他鐵棍穿握回去 我整個手 都是血 因為我單手握他兩手拖 然後我那個小隊長 居然講什麼話 你們打死不相信 你說那個胖子嗎 那個胖子 走 他那招 來 慢慢拆 那胖子這麼沒用 我們的巡邏車已經被敲的 前面擋風玻璃 那個引擎蓋被敲的這樣子 然後下來 另外一個小女生也喊 我那個兄弟 兩個在後面 我們一開下來 馬上槍先掏出來 抵著他的頭 抵著我旁邊的那個頭 我車子一下來 我車上以前 我們都會帶一根藤條 對 那個藤條差不多也有差不多 一百三四十公分 這麼粗的藤條 那個槍被我們抵住之後 兩個同事抵住他腦袋 他們動都不敢動 光是那個藤條被我打到 我的手快拖久 另外一個前面那個也是一樣 被我們全部都修理 修理完之後 我講這是過去的 現在是不行的 警官 我這話講 他們真的太幸運了 在美國這個不但被開槍 還會被連開六十槍 我跟你講 真的 如果那一天開車的是駕駛 是單純的夫妻 那溫氣 那溫死的 被拖下來一瓶打贏都溫死的 後來我們用毀損 把他移送法院 對 但是年輕人是怎麼會去小臉 他以為我故意擋車 踩沙車 我開慢 他以為我在挑釁他 當然這次示範是不好的 以前我們在那個年代 藤條修理他 現在不行了 但是我們還是被告 我們通通都被告 只有胖子沒被告 我們三個被告 告傷害 對 告傷害 正常來講 你說被那幾個八家九告傷害 他的家長告我們傷害 我們告他 把他移送是用 他後來講說 我不知道你是警察 我們也不知道你是警察 因為我們那個巡邏車 一個紅燈 一貼上去就是警車了 他 你沒有紅燈 對 可是我們是百姓 你也不能這樣子 對啊 當然 是啊 舒婷小隊長說 我沒有注意到 帶隊官說 我沒有注意到 不知道 閃得乾乾淨淨 我跟另外兩個 我說沒關係 反正我們遇到了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後來就關四二結果 最後回損他們要賠我們的車子 我要賠他要費五萬塊 我們過去的執法是比較 比較紅 大渡路最早的時候 民國七十五年 我剛畢業 那個時候 飆車最多 飆車最多 其實在旁邊很多圍觀的 還有很多像夜市 賣小吃的 還有一個行業最多的是什麼 你們猜不到 沒有人猜得到的 我第一次告訴各位 都在那邊等 都在那邊等生意 因為每次只要他們 類似出草 他們這些飆車主草 一出動一定會死人的 一定死人 所以以前警察追他一些 也很危險 警察以前有一個叫迅雷小組 有 騎1000cc BNW的K100 因為速度都200了 那個一跌倒就走了 就SAYONANA了 恐怖 真的是命要夠大 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 而且你要像高警官這樣 這麼地 天不怕 地不怕這樣子 有了 怕 鐵漢 還是有怕的 他還是怕鐵條 沒有 還是怕以前的老婆 對 高警官 高警官不怕鬼 他怕前妻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來